新闻来源不执着财经 一直以来很多生意人或高级白领都喜欢购买大别墅 住在别墅里不仅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 同时别墅面积较大且私密性强 居住在里面也会感到非常舒适 而近些年不少有钱人正在逐步逃离别墅 搬回到市区里的高层去居住 对此就有网友感到困惑 住在大别墅里是普通工心族的梦想 为什么有钱人却要选择逃离别墅呢 而面对大家提出的疑问 有业内人士做出了回应 现在有钱人选择逃离别墅 搬回到市区高层主要有五大原因 而且个个都是硬伤 硬伤一周边配套设施并不完善 通常别墅都是建造在城市的郊外 虽然这里空气新鲜 绿化率高 但是周边的交通 医疗 购物等配套设施却并不完善 举个例子 住在别墅里的人 要想去附近超市买点东西 也要开二十多分钟的车子 十分不方便 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 万一老人晚上突发疾病 即使叫救护车 也要等很长时间 这样会耽误抢救的时间 所以 虽然住在别墅里很舒适 但是各种配套设施没有跟上来 也会影响到有钱人生活质量 硬伤二 别墅装修的费用 出乎意料 现在很多年轻白领 韬光所有积蓄 建下银行几十年债务 好不容易买下一套别墅 但却发现 别墅装修 也是一笔巨大的支出 如今的别墅 大多都是毛坯房 一套别墅的面积 在200-300多平米 装修费用 至少要在50-60万以上 好一点的装修 至少也要上百万 这样就让一些人觉得 别墅装修支出的压力也很大 硬伤三 买了别墅 各种费用也很高 很多白领在买了别墅之后 却发现别墅的面积很大 自己无力打扫卫生 于是就只能定期 请保洁公司派人来打扫 这笔支出也是非常大的 此外 住在独状别墅里面 小区的物业费 取暖费 维修基金等 要比普通住宅要高 所以 一些居住在别墅里的业主反应 即使你买得起别墅 每个月的保洁费 物业费等 都未必承受得了 硬伤四 买进别墅容易 想卖出就难了 一些有钱人 在买进了别墅之后 却发现 要想卖出变现 却很难 而且 别墅与普通住宅不同 别墅生殖空间并不大 这主要原因是 对于有钱人来说 他们手里并不差钱 与其买二手别墅 还不如买新别墅 而对于普通工薪组来说 别墅的总价少折几百万 多折上千万 根本买不起 所以 对于手里有别墅的业主来说 他们如果缺钱 想把别墅拿出来变现 恐怕都很难有人来借盘 硬伤五 学区不覆盖 孩子上学难 现在 有钱人都格外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 总是想给孩子提供优质教育 于是 有钱人就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名校读书 但是 绝大多数的名校都在市中心区域 别墅又身处于远郊地区 市区的名校并不会接受远郊的孩子入学 所以 有钱的家长 往往会从别墅搬出来 住到名校周围的高层住宅里 这样 孩子就有机会进入名校上学了 过去有钱人都喜欢购买别墅 主要是住在别墅机体面又舒适 但现在 有钱人都在逃离别墅 搬回市区高层 主要有以上五个原因 而且个个都是硬伤 比如 周边配套设施不齐全 孩子无法记录名校 以及买下别墅后 还要有装修 保洁 物业等各种庞大支出 更关键的是 别墅买进来容易 卖出去难 未来要想 把别墅卖出变现 都很难找到接盘侠 都很难找到 都很难找到